很多人不开悟 一辈子就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自欺 一辈子 就是自己欺骗自己 没有关系 我怎么样怎么样 他不会发现的 我做了这个坏事 别人不会告诉他的 我一定能够偷偷摸摸的怎么样 自欺 以为别人不知道 一生做三件事 这是第一件事 叫自欺 第二件事情 欺人说你不好 他不好 这个人怎么样 那个人怎么样 有一个新的同事来了 欺负他 那个人不好 永远是欺负别人 因为我老 我就欺负年轻的人 因为他没有智慧 我就可以欺负他 这是自欺欺人 第三个就是被人欺 因为当有人比你厉害 比你有智慧 比你厉害 比你有权力 比你有钱财的时候 你就被人家欺 像一个小狗一样的 像一个小狗一样的 是是是是是是 想一想 如果不学博的人 不就是自欺欺人 被人欺嘛 要抛弃一切执着 不要怨天怨地 怨天尤人 在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不是你的 用不着你说 我要抛弃世界 我一定要懂得世界万物 只能为我所用 并不能为我所有啊 所以既然带不走 我们就要放得下 既然知道 所有的一切 我们终有一天会放下 以其晚一点放下 不如早一点放下 放下执着 放下自己的贪念 去寻求真正的人生 放弃过去 那会拥有未来 学博人永远要坚进 永远要往前 所以学着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在人间 我们多度人 多救人 自修自得 我们带着更多的信众 带着更多的佛友 带着更多的未来菩萨 我们一起去见 观世音菩萨